三个劫匪劫持了一家夜店 为了方便管理他们还得每个人贴上了号码牌 随后又找出了夜店老板 让夜店经理给他点颜色瞧瞧 来带他起来 请美职 我硬讨 怎么 你喝了一杯 我最近喝了两杯 我也吃了一杯 这样是什么 又是说什么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 三个蠢贼劫持了一辆运钞车 可由于太过兴奋 完全忽略了角落里的摄像头 结果没俩路口就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万般无奈 几人只好钻进了一家夜店内 这边二傻刚锁死了大门 大傻紧跟的就是一缩子 此时舞池里的精神小伙们 还以为是DJ给的remix 那是跳得更加欢快了 就这样 三个劫匪很快就接管了这家夜店 并将所有人质统统赶到了大厅中央 这时门外的警方打算从后门进入 却被服务员告知那里早已被垃圾堵得严严实实的 原子弹都炸不开的那种 你们的消防检验都还没办呢 折腾了一天三人是又饿又累 于是让后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趁着酒劲几人不由的感慨 这才刚准备改变人生 就又被逼到了死角 大傻更是郁闷的对着天花板 就又是一缩子 酒足饭饱后几人一想 索性被抓还不如自杀好了 就在这时警察局长打来了电话 要他们放了人质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可大傻只是淡淡的说了句 三傻这时灵机一动 说既然我们手里有这么多的人质警方 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如先美美的享受七天帝王生活在死不迟 二傻也在一旁附和着 最终大傻同意了他俩的请求 并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 接着又挑了个人质代表 并给每个人都贴上了专属编号 这是一个出头鸟站了起来 说他是当地有名的财阀二代 只要放了自己要多少钱随便看 此话一出大傻瞬间火了 因为他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此刻我原以为大傻让他转过去 是想绿了他 结果裁罚公子立刻吓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又有一位大长腿突然站了起来 不顾一切的禁止往外走 面对劫匪的威胁 他是这样说的 最终大傻还是转下了心来 倾听了女人的故事 原来为了生活这个女人 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 到现在力滚力 已经来到了五千多万 听到这里大傻欺不打一出来 立马掏出一袋钱 扔到了老板面前 老板兴奋地 屁颠屁颠地抱起钱就往回走 可接着 不得不说 这招府邸抽新 被大傻玩得明明白白的 之后大傻又给女人的衣服里塞满了钞票 打算放他出去 但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决定同时挑选出20名人质 一起放走 就这样一场华丽的选秀表演登场了 但每个人质必须先要说出自己被释放的理由 有说明天还要上班的 有说明天还要结婚的 有说自己老公是警察的 还有阴阴阴不停撒娇卖萌的 可唯独 我会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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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可气的是 竟然还有三名初中女生 混了进来 面对劫匪的询问 他们坦诚是一位大哥哥 叫他们来玩的 看着自己小弟被打 夜店老板忍不住又站了出来 他表示你们如果没有枪连个毛都不是 又说如果不服叫大傻出来单挑 没想到大傻居然答应了 就见老板退去衣服 露出了象征身份的大花呗 接着缓缓抽出皮带 直接冲了上去 很快一大批人质就被放了出来 没想到这些人质面对记者 竟都不约而同地感谢起了劫匪 这时看到新闻的财阀老板 气得一塌糊涂 因为所放出的人质里并没有他的宝贝儿子 于是立马向警方高层施压 要他们不惜一切救出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 一名人质趁其不备 给了一记段子绝孙脚后飞了出来 面对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那里简直和地狱没什么两样 多归自己身手了得 和劫匪们大战了三百回合后 才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还说那里的人质都跟猪一样 不知道反抗 此时的财阀 看着电视再次暴怒 回到家的秃嫖 温馨的和自己的小三 庆祝着劫后余生 他的逃跑让劫匪颜面扫地 于是从人群当中 找到了他的小四 之后就要挟秃秃嫖 赶紧回来受死 否则立刻帮了他的女友 可秃嫖却不为所动 还略略略略略的让他自辩 这下气的大傻再次对着天花板 就是一缩子 接着他又打给了局长 要他务必在一个小时内送回秃嫖 否则每过五分钟就崩一个人质 消息一出 其他人质的家属瞬间都不乐意了 他们纷纷来到了秃嫖门外 是微抗议 局长这边也是再三劝说 奈何秃嫖不为所动 还和小三温情地打着高尔夫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 财阀及时出现 因为警方不能做的事财阀可以 当即命令一众小弟就把他捆到了现场 起初突漂还想着逃走 奈何警察不同意 于是镜头一转 此时跪在地上的突漂 正等待众人的审判 大家都提议把他直接干死好了 全票通过突漂瞬间拉了一裤裆 立马表示自己会捐出所有财产 只求不死 最终在三傻报了碎蛋之仇后 突漂总算保住了性命 有了两百亿众人兴奋不已 甚至把酒言欢庆祝了起来 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大傻瞬间想起了远在他乡的妻儿 于是下定决心天亮之后 就释放所有人质 并把这些年所有的非法所得全部捐献 很快人质们就都被全部释放了 看着被压在地上的劫匪 人质们全都哭着求情 最终三名劫匪被送上了法庭 而人质们则联名写下了请愿书 甚至甘愿主义出庭为劫匪们作证 最终法官以非法持枪 劫持人质和抢劫罪 探处了三人十年的牢狱生活 大傻也在狱中见到了久违了的妻子和女儿 全篇至此ending了 不得不佩服人昌丁的演技 从涉及是空里的大叔 到这部剧里的劫匪 那种表演小人物的细致真实感 真的是炉火纯青 不佩服不行 影片整体被黑色幽默贯穿了全篇 现实主义从始至终 不但搞笑 还能看到很多现实的社会现象 或深或浅或明或暗 好了老规矩 喜欢的话记得给大鱼点个三连哦 再次万分感谢了 我们下期见咯 我们下期见